昨天其實就是我到9點都還沒整理行李 然後收到通知就剛好不用整理行李了 對 騎了很久 有點失落 有些同學好像在家裡面哭 讓小六學童在家裡大哭 都是因為今天本來是他們的畢業旅行 在出發晴天臨時喊咖 讓小朋友好傷心 就媽媽在社團PO文 媽媽說明天要閉旅了 結果晚上7點才通知取消 孩子整個大哭 希望學校能早幾天宣布 但臨時通知 學校也很無奈 昨日1月15號 公共市長陳琦麥就宣布 公共市的學校強烈建議 暫時不要到本土傳染個案的縣市 跨區戶外活動或旅遊 結果17號下午2點 疫情指揮中心就宣布確診個案後 下午4點 男子國小接到教育局通知 但隔天18號就是閉旅 學校根本來不及反應 而鹿港天后工商圈街道上 都是一團團來旅遊的學生 光是今年南部學校 就有7個班級來旅行 但隨著北部疫情延燒 就有家長因為閉旅照常而抗議 讓學校緊急調查 19號的閉旅是否要修正 最後以60票同意延期到6月舉行 協商以後同意我們因為這個疫情 同意我們可以延第二次 就是延到6月6號跟6月7號 為了孩子健康著想 儘管有些失望 但還好目前都採取延期辦理 而不是取消 還是能等疫情趨緩後 再補辦畢業旅行